近出有距 無畏無距 我是李思錦 歡迎收看海豚交易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凡正宏 那今天大盤就小漲 全天就震盪 那當然玉三斤這個配發股息的事情 就讓金融股大跌啦 那金融股昨天其實也有提到 雖然說帶領大盤去 不能說創高啦 金融股自己創高啦 但是也來到年薪壓力 那就很巧就好死不死 剛好就會發這個利空 讓金融指數去做一個下跌 那當然說這個玉三斤這樣跌下來 是不是反而是藏性的定存買點呢 這個我沒研究啦 因為海豚的專長還是在 定期不定額的身上 所以建商定存股海豚是不太會去做啦 那我們就來看看今天吧 今天要講講旅遊展 還有一些指數的一個狀況 因為基本上盤啊 就繼續混嘛 就看它可以混到什麼時候 才結束這一波的行情嘛 那昨天有跟大家提過了 好那多空投牌列股票的加速 佔這個大盤比例齁 大家開始要留意了齁 短線的doro加速呢 基本上來到56.85% 已經接近60%的過熱區了 那其實今天大家也會發現到說 今天不管是軍光啊出能啊 其實蠻多個股 不是全部啦齁 蠻多個股齁 其實都有出現早上就急拉 然後馬上就長上引線 馬上就長上引線 那這個其實就已經開始有符合這種 快速輪動的一個節奏 那當然因為整體來說 這個均線的比例是稍微落後的齁 均線的有計算的問題嘛 所以會有一點滯後性 遞延性 所以明天後天應該會慢慢的 就接近60% 進入過熱區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就要切記什麼 不要嘴高 不要嘴高 要買就是押回買 那當然指數目前沒有坐頭風險啦 儘管接下來連假啊 很怕發動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不用想太多 真的有事情連假回來真的破線了 那就像昨天說的嘛 真的不對 我把它改走就走 那只是說資金比例把它控制好 像凱頓這一波都大概就控制 控制在60%左右的多單啦 也沒有多買 有多一點點啦 所以昨天買了一檔股票之後 就多了一點點 那長線的多頭加速呢 還是在過熱區 我有說過沒有掉回60以下 基本上都還是處在一個 不能說安全啦 就是處在 持續處在過熱的狀態 那它沒有掉下來 就代表說還是持續延續多方的力道 那當然指數就走橫盤啦 那這個就繼續看下去 那指數的部分呢 就偏多震盪啦 今天全天的政府幾點 我們大概簡單看一下啦 今天的高低點大概才50點 高...欸不不不 60點 60點 670點 670點 所以結果全天政府算是滿小的 但是量沒有小 當然有人說會不會是玉三金的關係 不過玉三金今天全天的成交值 不是成交量喔 成交值大概才40億 排第七或第八 所以其實也不是最大喔 最大還是台積電 佔了60幾億 這邊可以看啦 大家有用XQ的話也可以看一下 這邊去看這個成交重心 按這個成交值的排行 可以看到吧 台積電第一名 69.2億 然後這個玉三金呢 這我就不算啦 大概是40億啦 我第幾我就不算 東哥今天又漲停了 東哥真的是很兇 洗很大 這過萬年前後 洗了一波之後 現在又漲停了 那當然其他也有滿多這種 深紅色就代表說目前已經是警示了 已經警示了 好回來看這個大盤 短線來說啊 大家可能稍微留意一下 228年假回來是禮拜三嘛 因為我們接下來四天連假 那月線目前在這裡代表還有幾天 一天兩天三天 剛好是禮拜五 所以228年假回來 月線就扣高囉 扣高就代表什麼 一個月的頭部 一個月的 不是 一個月的頭部呢 基本的雛形是出現 基本的雛形是出現 所以呢 可能就需要開始要留意 後面會不會有什麼事情 造成這個短線的頭部行程 不過等一下要講 我認為這邊你真的要出現 完整的反轉 反轉喔 不是修正喔 你要出現反轉的話呢 至少你要去測一下下面的季線 那因為月線已經上來了嘛 所以就不用測月線了 所以下次的修建可能是 可能是要稍微去找一下季線 找一下季線 當然說因為季線會持續上揚 所以什麼時候去找季線 我也不知道 如果它繼續噴出的話 那就繼續做多 那大家如果說有修正去找季線的話 應該還會是另外一次買點 那真正的做頭期應該還是在三月啦 如果真的做頭的話應該是三月 我還是要講清楚喔 那如果說假設三月做做又繼續往上漲的話 那我們繼續做多嘛 反正接下來就是 看喔 沒有去跌破下一次修正的景線 基本上這之前 都是持續偏多看待 這個看法是不變的 而且呢目前 1月份因為工作天數少嘛 所以2月份的營收經常都會不錯 而且昨天啊對齁 外銷訂單數據啦 忘了準備 不過沒關係 基本上1月份的外銷訂單數據呢 是優於市場預期的 因為1月份的天數很少 工作天數很少 但是呢 年減率卻是收斂的 所以代表說其實1月份的訂單 是表現其實相對不錯 那其實市場對於2月的訂單呢 其實也還算OK 雖然說因為2月天數工作天數比較滿嘛 那自然的接單的金額一定是比1月份高 那我看那個數據啊很多都是 50是錦系統枯線嘛 我其實好幾個產業是有大於50的 所以2月的營收應該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啦 所以我是覺得 應該還不至於到馬上就反轉 不至於下禮拜228回來就會出現 比較明確的反轉齁 就是再次轉空應該是不會 但是短線的修正 還是要留意有沒有可能發生 反正簡單啦 現在就短線多多加速 又準備要進入過熱區了嘛 所以操作上 要小心點是一定的啊 前一波我才跟你講過嘛對不對 雖然說指數都沒動喔 可是你也大家知道 前一波有些股票是修正是比較大的對不對 這再看一次嘛 前一波這邊的修正 蠻多個股是有跌破月線 因為短線多的加速是5日10日20日嘛 那這個加速會減少 一定代表什麼 有很多個有個股 這邊最高點是70嘛 最多跌到40嘛 我們就算30% 等於說 有30%的個股呢 是從月線上跌到月線下的 所以這個是要留意 要留意一下 下一波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好 那其他指數的部分 貴買持續創新高 那這也是支持海豚 認為為什麼即便下一波修正 也不太容易反轉的可能 因為真的要出現整個多方的趨勢 這個中期多頭 不是長期多頭 中期多頭 要出現反轉趨勢的話 指數間的關聯一定會有一些異樣的變化 會告訴你一些訊號 那之前有說過嘛 電子跟貴買 如果說領先大盤 就很弱的話 是靠金融跟非金電 再去做帶動大盤上漲的話 風險是大幅上升的 大幅修正的風險是大幅上升的 可是問題是貴買還是強勢的 那電子目前雖然說最近比較弱一點 可能最近比金融跟非金電弱 漲勢來講 可是問題是電子其實早早就站上年限 所以短線來講 電子的中期趨勢還是比金融保險跟非金電 還是強的 只是短線稍微弱一點 所以我是認為 要接近反轉的時間點應該沒那麼快 而且前面底比較大嘛 這邊勢必要有相對應的頭部 才有可能會發生真正的反轉 所以在這之前怎麼樣 我們就繼續偏多 繼續偏多看待 只是還是要提醒 總金的狀況還是 比較樸索迷離一點 畢竟市場如果突然轉向回去 關注通膨跟升息的話 當然在市場來說可能影響會比較大 所以美股來講科技股也是表現得相對比較疲弱 那今天整體的指數 其實主要就是靠船 還有一點 就是漲到反彈轉到船 大家知道嘛 就是這一波 是這邊嘛 2月初漲到船之後怎麼樣 指數就 應該說中小型個股就開始修正 開始修正整理 所以今天又漲到船了 所以是不是又要擔心一下 這裡有開放留言 大家討論一下 所以漲到船呢 行情就結束了 就接近尾聲了 這個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那當然像這個最近大家可能最夯的是這個 星宇航空 我們不要看這個K線 這其實很恐怖耶 50到我們算30好了 等於說盤中跌了多少 跌了40% 假設如果跌到30 而是40% 那波動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個大家留意 這也算是盤 現在盤面的一個什麼 投機指標 如果說星宇航空結束了 可能這一波短線中小型的行情 可能也會稍微做一些休息 那當然這還要扯到這個什麼 旅遊展 2月14 星期五到2月27 星期一 台北市貿易館 有一個2023年的台北旅展 那海豚其實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就是有時候一些在展覽 有時候會有一些行情在 可是行情呢 通常是發生在旅 比如說這種什麼 半導體展啊 什麼家具展啊 這個之前 通常之前大概一個月到 半個月到一個月之前 就會開始發酵 就是漲漲漲漲漲漲 漲到旅展這一天 公布 新聞開始報 說什麼旅展啊 說公布 說接下來有什麼優惠啊 然後說什麼 全年展望什麼什麼 講得很好之後 反而容易利多出鏡 就是從海豚昨天所說的 你有去玩什麼原品啊 就玩什麼網品啊 糧品嘛 還有什麼一些 什麼熊獅啊 最近長得比較兇的 這些餐飲旅遊股 在下禮拜回來之後 反而是要特別要留意一下 這些的風險 那當然飛機也一樣 旅展 因為這其實也要包含餐飲 去看新聞稿的話 其實餐飲旅遊 還有什麼東西 一堆 所以這個飛機啊 不管是最近反彈的2610 26 2618 這個長文航 跟華航 這其實前幾天也有跟大家分析過嘛 那再來2646 這些其實都是要注意的 都是要注意相關的風險 那整體啦 這個產業指標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最強勢的是誰 貨櫃航運嘛 漲了4.66% 在LCD的驅動IT指標 有些人說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面板 不知道這個面板驅動IT在長什麼 當然說聯勇 還有他自己的題材嘛 就是郭明奇喊說 他有機會打入這個 新的iPhone的什麼什麼東西嘛 這我們就不說 那其他像天譽 什麼這個細創 這個敦泰 細創應該還OK啦 特別是敦泰跟天譽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短線這個反彈 談太多了 然後這樣基本面其實並沒有回來 所以呢 這個風險鍵上 意識還是要有 那光學鏡頭呢 今天不知道是什麼 有些遠遠就有在動 這個我還算沒特別看 我們就先看戲吧 那其他像IP股 創意終於佔上一千塊了 創意終於佔上一千塊 穩穩的佔上 那他也佔上了這天的大量高點 所以短線似乎是 有進一步要 可以續工的一個味道 那其他的IP N31 今天 還是法縮還是旁後公布那個 那個 字節還是第四季財報 忘記了 那個數據忘記了 反正就是 鍵上是 銀轉虧 EPS變富的了 那這個怎麼辦呢 看看明天會怎麼反應吧 不過大家應該沒有去買N31 因為這個應該比較少再講 那其他的就不一一看了 那重點指標呢 鍵上就滑成 今天繼續漲停板 沒有繼續 今天漲停板 中心呢今天漲4% 快來了一百大關了 那海豚看法是不變的 就是鍵上上面空間可能沒多少了 大家玩自己小心點 那弱勢股的話 弱勢股是什麼 水資源啊 不過這裡面不知道怎麼沒有國統 我是知道那個簽附好像結束那個水資源事業了 那其他這些大概就比較弱的啦 就大概看一看 鍵上呢海豚最近的標的表現呢就 一如往常 不能說一如往常啦 一如往常的持續創新高 雖然是盤中啦 但是至少還是有創新高 那JWKY海豚講很多次了 基本上就不建議大家再去追了啦 因為眼睛距離海豚要 要挺立的位置 越來越近了 那再來是什麼 我們的耀勝 耀勝就真的創新高了 每天都創一點 每天都創一點 那這種股票呢 海豚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種還漲型的股票啊 其實最怕的反而是突然來一個急漲 急漲又爆大量 或是直接就漲停 或是放大力多消息 這種通常就是行情結束的時候 所以接下來就看 3207接下來有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如果沒發生的話 搞不好就繼續走嘛 那海豚有說過 上面海豚是覺得 還有空間啦 不過越來越少了 因為每天漲一點 空間就越來越小嘛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 什麼海豚的老虎啦 海豚新進的企鵝 還有昨天剛進的這個穿山甲 很可惜齁 今天都不能講 今天都不能講 因為獲利還沒拉牌 那我們之後再來跟大家去做分享 今天可以給大家一點提示啦 因為海豚說過 這個 今年海豚看兩個產業 基本上看兩個產業 一個是生技 一個是飛機領族件 那飛機領族件已經 如海豚預期在漲了 那生技呢 基本上個股很多 所以海豚持續在生技裡面去找 找機會 那像今天海豚又發現了一檔 還不錯的 這個 之後再來跟大家分享 不是喔 是海豚 有順利的話來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呢 海豚買的這個企鵝呢 建商也是生技股 也是生技股 那另外再買的那個什麼 穿山甲 就是伺服器相關的 伺服器相關的 這個今年整個營收 應該說營收 它也是營收強制成長股喔 營收這個年增率也是五六十 五六十%以上的 當然這檔是比較冷門啦 今天這檔是比較冷門 那再來看之後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吧 建商伺服器概念股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你不是說雜音很多嗎 可能問題是 人家就有接到大單 而且還是北美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 二月營收開出來怎麼樣 有沒有機會 帶領海豚的學院 再挑戰另外一個 這檔 30%可能 比較硬啦 至少20%應該是有機會 那我們看下去吧 好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這邊啦 那就祝大家操作順利啦 那一樣 2月23號 有那個PCE數據 禮拜四 那喜歡海豚的分享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掰掰 請願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字第015號